许多人都想重启自己的2020,其原因不言自明,但是时光永远不会给人类这样的机会,过去的上一秒都会成为永恒。 不过,在2020的最后一个月,神秘的宇宙还是给我们带来了眷顾,因为在这一年的尾声将会接连上演一系列的天文器官,点燃夜空让你大饱眼福。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场场非比寻常的天文大秀,完全不用任何入场券,不用购买什么昂贵的设备和望远镜,统统坐在家中肉眼可见。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宇宙的演出在等待着我们吧。 第一场表演将开始于12月13号到14号,双子座《流星雨》从全世界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大家一听《流星雨》好像感觉没什么特别,毕竟前几个月刚经历过几场。 但是,看过《流星雨》的朋友,请问你们看过《流星雨之王》吗?这场双子座《流星雨》就是。 英国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斯凯尔顿解释说, 流星雨的行程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地球穿越由彗星留下的流星群石发生的,但这次的双子座《流星雨》则不一样,它是由一颗较3200的小行星留下的流星雨。 斯凯尔顿说,每年当地球穿过这片充满太空碎片的地带时,我们都会看到丰富的夜空流星雨顺况,而从13号到14号更是达到高峰时刻,届时,每小时会有多达150克流星出现。 斯凯尔顿表示,流星雨的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5公里,相当于每小时近13公里。 他还补充说,随着流星雨的燃烧,人们还将会看到黄色,甚至偶尔绿色或蓝色的夜空,天空越黑,观测流星雨的机会越好。 即使在有轻度污染的城市地区,也可以看得到一部分流星雨现象。 这次流星雨发生之际振之星月,因此,观测的时机更佳,因为满月时天空过亮不利于观测。 当双子座流星雨还未散场,另外一场全日式表演接踵而至。 不过这次上天把幸运更多地留给了南美洲的智利和阿根廷,因为12月14号的日全时,仅在这里可以观测到。 格林尼至皇家天文台的塔尼亚解释说,在月亮穿过太阳表面24分钟的时间里,仅有2分9.6秒彻底遮住太阳。 虽然月亮比太阳小400倍,但由于它离地球更近,所以看起来要大得多,因此能够遮蔽太阳圆盘,形成日全时观象。 这一月亮遮天蔽日的诡异现象将把南美笼罩在一片夜幕之下,而且刚好是在正中午。 如果没有新冠,大家可以跑到智利或者阿根廷亲眼目睹。 但是小编想说的是,虽然你所在的地方看不到日全时现象,但你可以在网上欣赏人们现场上传的实况呀。 同时,如果错过了这一次,下一次日全时在2021年12月的南极州。 如果南极州太难去,那么2023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2024年4月在美国和加拿大,2026年8月在欧洲南部和格林兰,2027年8月在北非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这几场总有一场你能赶上吧。 最后的压轴系则是400年一遇的天文奇观,那就是传说中的木星土星大核现象。 在12月21号全世界都可以观测到,上一次发生这种景象,伽利略也正拿着望远镜观测。 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木星和土星可能是最佳的观测行星,因为它们明亮耀眼。 而所谓木星和土星的大核,是指两颗星星如此接近,给人一种相互重叠,一起意义发光的假象。 格林尼至皇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布鲁默说,21号,两颗行星在星空中如此接近,好像彼此重叠一样。 布鲁默表示,对我们肉眼而言,土星与木星之间相距仅6.1角分,但实际上,木星距离地球有8亿多公里, 木星与土星之间的距离也差不多如此,但最近几个月,木星和土星这两颗巨大的行星似乎越走越近,直到相会大河。 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天文现象,如果天空晴朗将很容易看得到,不过还是要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因为只有一个小时的观测窗口,这一现象将在12月21号晚间的西南地平线方向出现,位置较低,时间是日落后半个小时。 好了,小伙伴们,不管你是不是资深的天文爱好者,这些年末上演的天文大戏都会给我们的2020点上一盏明灯, 照亮我们冲向2021的路,也让我们挥一挥手,告别带给我们阴暗的2020,迎接下一年的光明与美好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我们下期再见哦。